我在這一輩子當中 感覺到最大的冤枉 不斷喊冤他就是台鄉林懷 因為2020年總統大選 涉嫌幫韓國瑜及國民黨拉票 法院判定定驗三年兩個月 在否認沒有會選 事發就在2019年12月11號 在長沙舉辦的動員大會 背板大字寫上藍天在線 還加碼補助選舉返鄉投票的 來回機票前 林懷向國台辦申請646萬元的經費 檢方認定妨害投票的公正性 這個公文是有 給的是拿來做房租跟活動的費用 尾牙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會員要替韓國瑜造勢 理事會通過 我作為會長 我當然要執行理事會的決議 檢調單位就把它掛在一起 事實上我就是這樣喊淹 讓會長氣到再拍桌直喊 參會絕非對價關係 也讓他翻出舊案 討公道 民進黨的李明哲先生 他在大陸服刑 他的家屬要去探親 海機會都沒有辦法 我就義不容辭的 我盡量來協助 強調作為會長是服務兩岸 在大選前半年公布這樣的結果 也引起立委擔憂 明年返鄉投票意願 國民黨大動作幫台商深淵 就怕中資戒選一事影響2024的投票選舉 TVBS新聞董俊宇宣 台北查報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